上回我們講到, 漢少龍他們在溪水裡潛橫一十幾里, 正以為準備要脫離危險的時候, 怎知在這陣子, 忽然間在小溪的左邊岸上面, 傳出一陣很強烈的咳嗽聲, 終於嚇到馬上停下。 他們雖然一直都有心理準備會碰上敵人, 但怎麼都想不到會如此突如其內, 而且視線一點徵兆都沒有。 在這樣的地勢裡面, 如果敵人居高臨下亂戰射擊, 他們肯定沒有人有命離開。 這個時候, 只要其中有一馬輕輕叫一聲, 大家就沒有了。 幸好, 在這麼黑暗的環境裡面, 他們故知人看不到敵人, 敵人也都看不到他們。 過了一陣子, 才聽到右邊又另一把聲說, 喂, 咳嗽什麼呀? 忍住了嘛, 想嚇死人嗎? 猶云野鬼都咳嗽出來的。 左邊的人小聲照著說, 嘿嘿, 你真沒膽, 被那項小龍嚇到, 經常都提心吊膽。 照我看, 射了他那個人之後, 被個天造膽, 他都不敢亂衝亂撞。 何況, 我們在主意的地方, 都已經報了半馬叔, 連溪水裡面都有啊。 河裡面眾人聽到都大喜一驚, 真是險啊。 驚善診著岸宋敵人小聲說話的時候, 心神微分之際, 將木盾交臂烏書, 自己拔出匕首, 在水底慢慢向前摸他, 一連過斷了三條半馬叔, 清除了前進的障礙。 正想繼續走的時候, 突然腳步聲在左邊山林傳道, 過了一陣, 有個敵人的全靈兵到了, 就說, 百爺有命, 天光馬上的招, 先前定落的路線進攻, 哪個割到河少龍人頭的, 上五百金, 生琴幾才女的, 長一千兩金, 清楚了嗎? 眾人聽到又呆了, 猜不到幾燕然的身體, 被河少龍的人頭, 居然又高了一倍幾價錢。 但是這一陣子都沒有人計較了, 在驚善前頭大路之下, 各人就越去越遠。 到了天光的時候, 大家離開昨晚的險境, 足足已經有兩三里路遠, 眾鐵衛一齊分散在四邊, 找一個小山丘, 在注視著敵人的情況。 漢少龍都跟趙志幾燕然聚在一起, 幾燕然細細聲說, 昨晚敵人提過他們的頭領姓白, 我記得杜碧的家將裡面, 有一個人叫做白飛, 在秦國很有名的, 他本來是中環北方的馬賊, 因為得罪了匈奴王, 後來投靠了杜碧, 這個人在秦國很有名, 很少追蹤敵人, 又或者是偷襲的, 如果是這個人, 我們就危險了。 漢少龍聽到奇怪地問, 這年為何對杜碧的人這麼熟悉呢? 我關心你嘛, 你沒有時間的事, 就由我這個妻子代勞了。 你不看清姐, 她深居簡出, 事實上, 她都留意國內外所有的事, 倒閉的事, 就由她那處探聽回來的了。 嗯,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有機會暗算白飛, 照看誰帶路來這邊追過來, 那個人一定是白飛, 後暗機會, 一箭射他, 我們所有煩惱都沒有了。 當天色光曬的時候, 漢少龍他們已經埋伏好了。 而你的時候, 遠方人星馬西之中, 有五百多敵人分成五對, 穿過樹林, 向著尾邊的直追過來, 帶頭那組人的人數最少只有五十多人, 但行動相當迅速。 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 在漢少龍他們, 在溪水上岸的地方, 那幫人, 只是逗留了半盞茶的功夫, 就准狂蒙地, 向著他們走過路線追而來。 哎呀, 這個白飛的追蹤術, 真是名不虛傳啊, 不過他既然是馬賊中的高手, 看來, 有些本領也不足為奇的。 既然是親自拿出一把特製的強奴, 這把奴呢, 要用腳線可以登開公營, 上到那支箭上去, 射程可以帶到一千步遠, 居高臨下之下, 射程當然更遠了。 由於白飛呢, 他一定是帶頭追蹤帶路, 所以, 只要看到誰走在最前邊, 近你的箭就應該送你誰。 眾人理一下, 大家都忍不住有點緊張, 因為如果不能射殺白飛, 由於對方是個追蹤的大行家, 人數又多了自己一倍人, 個個都身手高強, 而他們呢, 又背著烏達這個重傷號, 形勢的空險, 就算是再沒有想像力的人, 都想到他們面臨的險惡情形了。 兩里幾個路程, 白飛只是略美停了兩三次, 就已經走到射程之內, 但因為樹林左隔, 始終都沒有射箭的機會。 這個白飛呢, 他的追蹤方面的確是高手, 為人非常小心, 總是找到一些樹林遮蔽的地方穿行, 令人沒辦法找到暗算他的良機。 可見, 你這個人有命留到現在, 都是有他一套本領的。 這個時候, 白飛剛剛來到一處, 樹林稍微疏的地方, 既然然哪敢再猶豫啊, 一晚機關, 誰知道, 機關聲響, 一聲, 白飛只聽到聲響, 已經翻身避開了, 那支箭當同在馬背上, 一略而過, 插進草叢裡面。 韓少龍見到這樣, 只能他用手一揮, 十八鐵衛一起怒戰齊飛, 好像雨點那樣, 向著白飛的坐騎直射過去, 白飛的坐騎馬上重箭倒地, 但是再也看不到白飛的蹤影。 可見, 這個人的耳朵, 可以說和他的眼和他的鼻是一樣厲害的。 敵人那邊一陣混亂, 紛紛跳下馬背四處躲藏。 韓少龍嘆了一口氣, 唉, 你一箭射不到白飛, 未來, 就將會在貓粥老鼠的艱辛日子裡面慢慢熬過了。 接著來接連三日, 韓少龍他們日夜不停地奔逃, 但是, 始終都沒有撇低時遠時近的敵人。 接著, 最令人擔心的事情發生, 就是有些戰馬已經支持不住了。 韓少龍的心嘆了一口氣, 唉, 前面就是秦嶺, 只要逃入這個崇山津嶺, 他們生存的機會就大了很多, 不像在這個平原那裡, 避無可避, 躲無可躲。 但是, 要去到秦嶺, 還隔著一個大草原, 就算戰馬體力最充滿的時候, 沒有三日三夜都很難辦到, 現在怎麼算好, 怎麼算好呢? 這個時候, 副測探聽敵情的驚事已經走回來稟告, 敵人在五里之外, 速度開始慢下來, 顯然他們都很累的了, 不過, 我們用了很多手法迷惑敵人, 都被白妃的衰弓摔穿了, 項笑龍聽到一陣心煩, 他走上一個山丘頂, 仔細地看看周圍的形勢, 幾依然走到他身邊說, 烏大其他全身發燒, 神之迷糊, 如果再顛波趕路的, 我怕我熬不到了, 項笑龍聽到真是煩相家煩, 他看著, 現在成了他們唯一生存之機的巡嶺, 這個連綿幾百里的大山脈, 就好像大自然親手滑落了巡楚的邊界一樣, 只要去到那裡, 就有機會借著地勢扯戰扯走, 找機會就可以跟藤玉他們匯合了, 但由於又要躲避敵人, 所以未能夠依照原定的路線行軍, 現在究竟去到那裡, 哪個都搞不清楚。 幾年見到他看著巡嶺, 明白他的心意, 指著其中一個明顯高速的積雪山峰說, 如果我沒猜錯, 那裡應該是巡嶺的第一高峰太白山, 按照這樣看, 我們已經偏離了原來的路線百幾里路, 難怪追不上騰二哥了。 項少龍點了點頭, 這個時候, 太陽已經開始下山, 東北方的敵人顯然體力也跟他們一樣, 消耗都差不多了, 亦都停下來, 遠遠傳來一陣馬西之聲, 他們身下有一條河流, 由西北而來, 向著巡嶺的方向流去。 幾年, 聽說太白山上, 有點神喘, 那些水是很熱的, 放著雞蛋下去都可以錄手, 又可以療傷生機, 如果去得到那裡, 烏大就有希望了。 項少龍點了點頭, 那些是溫泉, 泉水因為吸收了死火山的岩漿, 所以含有大量的礦物質, 有神奇的功效。 竟然聽到呱了呱, 什麼是死火山? 什麼是礦物質? 項少龍這樣才知道, 自己又說漏了口, 怎樣用現代的知識解釋給這個古代美女聽, 什麼是礦物質死火山呢? 只要拋壞她的肩膀, 遲些再跟你說, 現在首要的任務, 就是想辦法逃到那裡。 彥然, 你說如果你是白飛, 看見到這條這麼交通方面的河流, 會有什麼主意呢? 幾年聽到, 想一陣, 突然間雙眼發光, 他說, 哎呀, 她一定會怕你, 斬樹做出木伐出來, 然後順流而下, 這樣就走掉了。 那如果她是你, 想到這樣的情形會怎麼做呢? 我會雙管齊下, 一方面呢, 派人趁夜色摸黑過來, 另一方面呢, 她也佛目造訓, 如果能夠用最快的方法趕過來, 甚至派人趕到我們前邊, 那我們到時候就被前後夾擊, 那時候啊, 那又更加插刺難飛了。 河少龍聽到這裡, 她心在動, 忽然間眉頭一書, 他說, 就是你這句說話, 這樣就可以使我今晚尹操勝犬了。 幾年聽到惡言了, 你真的要斬樹做木伐啊? 但是這裡, 樹木稀疏, 要做幾條可以載這麼多人馬的木伐, 沒有整晚功夫, 米洗支員工啊, 那時候敵人早就追來了。 哈哈, 我們不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嗎? 幾才女, 為什麼今次你估不中維夫的心意啊? 幾嫣然嬌人一聲, 投入她懷抱裡面, 用力攬著她說, 心有靈犀一點通? 哎呀, 有什麼情話, 比這一句更加令人著迷呢? 這個時候, 她也知道, 轉過了三日三夜, 好像喪家之犬的逃亡之後, 自己的夫郎已經回復信心。 今晚的月光, 比三日之前逃出險境的時候, 大了很多, 但是由於有很多積勻, 所以夜色更加隆重。 樹林之間殺機四伏, 韓少龍他們, 撥起離河岸比較遠的對岸, 上了路戰, 蓄勢以待, 賤蠻就被帶到遠方, 盡量給他們休息的機會。 當月上中天的時候, 突然間, 樹林裡面一陣縮鳥驚飛, 顯然, 敵人已經在追過來了。 這個時候, 雙方戰馬的體力已經到了極限, 想走快一點也不行, 靠的就是人的腳力。 同時, 河流之上水聲響起, 只見上游那裡飄了十幾條木閥的影子, 順水飄過來, 果然是水陸兩路夾攻。 漢少龍他們因為有大河之險, 完全不用將對方陸陸的攻勢放在心頭。 加上他們祖先, 已經在河的對岸, 在樹林之中搞了聲響出來, 做出一些暫時做木閥的假象, 敵人不知道原因之下, 一定以為河的對岸才是他們進攻的目標。 等他們知道中計的時候, 河少龍他們已經足夠的時間收拾沿河攻過來的敵人了。 如果他們與敵人比賽做木閥的速度, 第一, 人數太少, 第二, 他們還兼顧隱蔽, 美野戰肯定是必輸無疑的。 只看對方在短短幾個時辰之內, 他們就做了十幾條木閥, 這樣就可以知道, 鬥速度他們沒有辦法鬥得贏人。 對方雖然多達五百人, 但要有這麼效率, 一定要將全部的人手投入去, 而且木閥做好馬上發動攻勢, 中間一些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再加上趕了三日三夜的路。 肯定, 對方的人雖然人數多, 但是人人都非常疲憊, 而他們至少休息多了幾個時辰。 在這方面比較起來, 對他們是很有利的。 不用項小龍吩咐, 所有人都將錢來瞄準木閥, 居高臨下, 佔盡優勢。 他們雖然有二十幾人, 但是, 分佈近百種的崖岸之上, 以石頭樹蟲引起身體, 本身已經立於不敗之地。 木閥上面每一條都佈了四五個人, 每個人都趴在木閥上面, 外圍的人將木盾遮擋身體, 內圍的人彎弓搭戰嚴陣以待。 降少龍一聲不出, 等敵人又遠而近, 五仗, 四仗, 三仗, 來到他們面前。 這一段河段, 河流之中, 那些探石非常之多, 雖然, 那些木閥來到這一段河段的時候, 都自然慢了慢。 就在這陣子, 降少龍知道, 時候到了, 他一萬幾關, 屈! 首先一支露箭破空而下, 第一條木閥上面, 那個負責撐光的敵人馬上, 哎呀, 這麼慘的聲音, 勁戰帶到整個人跌進河水裏面。 這群敵人都算厲害, 雖然驚而不亂, 直到遭遇埋伏, 外面的人紛紛高舉盾牌, 裡面的人, 那些戰都盲目地向兩岸射過去, 當然是射不到任何人。 降少龍正要他們這樣, 再沒有發老戰, 只有一尾撲殼, 沙打沙打, 就在這陣子, 敵人射出他的戰更加猛, 誰知就是這陣子, 第一條木閥上面所有人突然間, 哎呀呀呀, 這樣慘叫連聲, 噴噴噴噴, 全部掉落水, 原來, 降少龍在河流轉彎的地方, 用十幾條巨騰爛住河面, 加上, 木閥在一轉彎的時候, 速度一加, 還點留得住木閥上面的人, 那些敵人一掉落水, 降少龍的老戰感情發誇, 第二條木閥的人, 預想和預想的命運, 親分地撞到水旁邊, 射出水, 那些盾牌弓箭, 全都不知道飛去哪裏, 這時候, 一排排腦箭射入河裡, 鮮血慘叫聲, 不斷地湧出來, 那兩條空木閥同時, 向下流飄過去, 第三條木閥, 看到細色不對, 只靠旁邊, 後來的木閥, 因為這時候水流轉急, 一撞就撞在前面的木閥那裏, 當場又有人跌到水裏, 木閥上的人東倒西歪, 超他們, 這時候, 漢少龍他們又一陣戰雨, 加上對方, 早就已經人人身疲力盡, 紛紛重戰跌低, 這條河闊不夠兩丈, 被兩條木閥橫在前面, 後面那十幾條木閥, 馬上撞成一團, 慘叫連連, 人心惶惶之下, 大家紛紛跳水同命, 等到水面上的敵人, 那些空木閥, 就紛紛在下流狂奔而去, 漢少龍他們這樣才歡呼一聲, 然後, 飛那麼快地, 向前狂奔而去, 一路走了半里路, 遇上了下游, 一就已經可以等好的烏江和烏德兩個, 他們兩個即時報起, 釣到四條木閥, 可以走了, 於是所有人都上了木閥, 你一下子就真是順風順水, 再也不用跑那個白飛追得來, 就是了, 紀煙然嘆一口氣說, 這著殺敵借罰之計, 真是只有漢狼才可以想出來, 這次除非白飛真是會飛, 如果不是米洗支追得上我們, 漢少龍微微一笑, 他們還有十幾條木閥, 不過, 以每條木閥十五個人計, 他們最多只有百幾人繼續追到過來, 而且我們的人呢, 人人都可以以一當十, 就算來的是高手, 我們打的折扣以一當五, 他們加上的新皮力卷, 在秦嶺附近再教訓他們一餐, 這樣就可以乘機好好休息, 留點精神來欣賞秦嶺的山村, 這樣也高興啊, 旁邊的眾人聽到木燈口哀, 想不到漢少龍大勝之後, 還不肯放手, 但是跟著呢, 有一個豪情激起, 大覺得興奮起來, 各個磨拳擦掌, 因為這幾天真是受夠氣了, 反而, 他們希望敵人追上來, 木佛順著河水的急流而下, 本來要三天才走完路程, 一晚他們已經到, 來到河流的上游, 他們走進了巡嶺樹林茂密的地方, 按照木佛, 接著呢, 又打了一場復擊戰, 果然, 打到白飛他們都怕了, 敵人就紛紛繪逃, 預期的擊戰並沒有發生, 項少龍見到打破了敵人, 也阻止手下追殺敵人, 這樣才萬條斯利離開, 這四天來的追逐, 終於告一段落了, 在巡嶺之中, 又走了幾天, 終於找到溫泉, 烏達浸過溫泉之外, 果然好得多, 而康斯龍呢, 又趁機, 和紀燕賢照之, 享受了一趟浪漫的溫泉之外, 康斯龍又和紀燕賢仔細地搬擦地勢, 估計呢, 他們其實已經來到巡嶺的楚國境內了, 康斯龍問, 《燕賢有沒有來過楚國呢? 你對他的歷史熟不熟悉啊?》 紀燕賢立了他一眼說, 哼, 你居然夠膽懷疑燕賢空中之行, 真是應該打你一身的, 好娘子, 他又不記得你是財女, 你原諒維夫口不擇言啊, 請問楚國有什麼輝煌的歷史, 你現在又怎樣呢? 楚國曾經強極一時, 幾乎霸佔了南方所有富饒的土地, 連燕賢的故國月國都是給他吞病的。 說到這一句, 紀燕賢不夠默然神傷, 江少龍疼了他一口, 情不自禁地說, 所謂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往事就讓他忘記了, 燕賢, 不要想太多了, 紀燕賢聽了這幾句話, 忍不住又面色一懂,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哎呀, 這兩句話真是如意深遠, 使人徘徊感嘆, 還有誰比夫君大人說的話, 可以更深切, 更令人傷感呢? 趙子在旁邊聽到一陣意亂情迷話, 夫君坐對夕陽, 出口成文, 哎呀, 芝芝真是愛死你了, 杭少龍被他們兩位一讚一醜, 臉都紅了, 哎呀, 自己順口想不到, 又說了人家蘇東坡蘇色的名句, 哎呀, 想不到, 用了人家前人的智慧, 就打動了這兩個古代美女的芳心, 自己呢, 無始至終就侵犯了人家的知識產權, 你這把帳都不知怎麽算, 他只可以拆開話題說, 燕賢, 你還未講現在楚國的形勢點呢? 紀燕賢敢先平放下來, 楚懷亡末年的時候, 秦國用雙鴦變法, 越變越強, 然後連橫兼併, 他們折折勝利, 楚國當時呢, 又帶著東方六國合中抗蠢, 但卻是著著失敗, 在丹陽藍田兩戰, 都被秦軍大敗, 最沉重的打擊, 是失掉了漢中, 和癒傷了六百里的土地, 而魏國呢, 又乘機攻打楚國的鄰國鄭廣, 後來呢, 秦國又派了人來, 說服楚王不要再搞合中, 楚懷王呢, 因為貪圖秦國, 說要給他的利益, 所以呢, 被人騙了, 居來到秦國那裏, 和秦王談判, 結果呢, 就被人抓住, 困苦而死, 楚國更加一決不振, 楚傾雙王繼位之後, 因為沒辦法將東北擴張, 就轉移, 向西南開堂, 派了他的大將莊橋, 沿江水入田, 然後呢, 又攻克了夜郎國, 建立了一群受楚國統治的諸侯港, 所以呢, 他們依然可以侵佔了巴蜀兩國的大片土地, 勢力呢, 可以達到大江兩岸的, 江少龍聽到他這樣說, 有點明白, 為何楚國呢, 在幾次大家合眾抗爭的事上面, 都是慢地退縮的, 因為他們根本都無力不鼓, 趙子就問, 那對楚人應該是好事來的, 為何燕然者說他們有得也有失呢? 幾年說, 國土增加固然是好事啦, 但是一定要有強大的軍力支持, 楚人被秦人所迫, 先後三次千刀, 所以那幫諸侯國呢, 也因此各自清王, 在田地啊,夜郎啊, 問山啊,扯蘭等等, 這些諸侯國呢, 都不再互相統熟, 他們雖然幾仗秦國反攻, 但是一直都是被動捱打的, 所以, 每當李源跟我說起的 振興楚國的計劃的時候, 我真的半句都聽不入耳啊, 不過, 中原之間, 沒有任何一國的文化, 比楚人更加多姿多彩了, 是因為楚人吞併了幾十個國家和部族, 通過通婚, 將各種文化融合在一起, 但是, 在政治上它是成了負擔, 現在各國之中, 以楚國地方的勢力最為強大, 很多時候, 現在的楚孝列王, 也不能指著諸侯國華東華西的, 所以楚國在抗秦這件事上反覆搖擺, 其實都有他們說不出的苦衷的, 康少龍聽著這番說話, 真是聽驕一直說就是聖讀十年書, 思維又馬上擴闊了很多,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之間, 前方就傳來一陣野狼的叫聲, 和某一人戒救命的聲音, 咦, 什麼事呢? 各位, 欲知後事如何, 我們明天再說。